如果有一种肉吃下去就会长生不老,你是否也会像这些人一样拼命一搏呢? 可是吃下人鱼肉真的会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吗?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! 这个女孩名叫小玲,她的父亲是渔村的一村之长,可是她身患重病,现在中卧床不起。 就在这个时候,隔壁村的大佬的媳妇沙丽跑来使绊子,小玲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如此的欺辱,直接一把刀砍在了那沙丽的脖子上,然后崩溃的跑了出去。 她要为自己的父亲去寻找人鱼之肉,因为相传吃下人鱼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,青春永住,而她身边的这个男孩永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因为担心小玲的人身安全,永泰陪着小玲一起来到了海上,想要寻找美人鱼,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而且今天,天气这么恶劣,一不小心就会被海浪卷进海里,可即使是这样,小玲也没有放弃,无论如何,她都要让自己的父亲好起来。 而此时的小玲并不知道,她的身后已经跟满了隔壁村的船只,这些人的目的也非常简单,那就是等到小玲找到美人鱼以后, 他们就直接坐享其成,这倒是有点螳螂不长,黄雀在后的感觉。 眼看着海浪越来越大,电闪雷鸣之下,情况越来越恶劣,可就在这时,一条人鱼愿然而起。 一看到人鱼那美丽的尾巴,永泰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,他紧紧地抱住了人鱼,问出了困扰自己多年的那个问题,到底怎样才能够变成一个普通人呢? 你看,这多么可笑呀,雄城老百姓想要拥有长生不老之身,而已经拥有长生不老之身的永泰,却疯狂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人。 这大概就是人类永不满足的贪念吧,眼看着人鱼就要甩开永泰逃走,隔壁村的大佬带着自己的手下开动了,他的船只包围住了小林,也成功地缴获了人鱼和永泰。 当他们回到村庄里以后,直接把停止呼吸的永泰扔进了海里,而小林也被他们囚禁了起来,看着面向丑陋的人鱼,这群人没有一点的恐惧和内疚感,他们只想要拥有长生不老。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别说是吃人鱼肉,哪怕是吃掉一个活生生的人,也绝对不会犹豫半分。 小黑屋里被囚禁的小林泪流满面,虽然他知道永泰还会复活,可依然感到万分难过和无助。 雪上加霜的是,那个看守他的男人,竟然还想要非礼他,眼看着小林就要被侵犯,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。 没错,走到小林身边的,正是已经被小林杀掉的沙莉,看到沙莉的这一刻,小林立刻就明白了过来,自己明明已经杀掉了他,可是他还能够再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 很显然,沙莉也吃下了人鱼肉,对于这个说法,沙莉既不否认也不承认,他只是说自己已经怀有身孕,所以才要找到人鱼,因为人鱼肉是他生育孩子的必需品。 村子里的大佬此时很兴奋,因为他终于做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,那就是可以吃下人鱼肉,为了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手下,这家伙把所有的人鱼肉都放在自己的面前,并且亲自尝下了第一块人鱼肉。 为了让气氛进入高潮,大佬还直接把小林带了过来,让他助兴,可是倔强的小林无论如何也不肯服输,任由大佬对他各种打骂,小林就是不愿意做小福地,气得大佬直接就把小林给扔了出去,可是碰巧的是,正好直接把小林扔到了刚赶回来的永泰的怀里。 看着这死而复生的永泰,大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?但是他现在可不害怕这个男孩,因为他自己也已经吃下了人鱼肉,不过要说这个大佬可真是小气啊,他自己疯狂的吃肉,却让旁边的小弟一直干等,还命令小弟们砍下永泰的脑袋才能够吃肉。 明明是大家一起缴获的战利品,到了他这里,造成了失手的奖励了,不过幸好永泰和小林英勇无畏,他们成功的制造了一场混乱,混乱之中,所有的小弟都趁机吃下了人鱼肉,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资本。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,片刻之后,他们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异了,这如同怪物一般的躯体十分的吓人。 可是旁边的莎莉却没有一点害怕,很显然,他深深的知道人鱼肉的副作用,可是即使是这样,他还是吃下了一小块人鱼肉,或许真的如他所说,这是生孩子的必需品。 大佬看着自己的小弟一个一个的变异,吐血的吐血,自己却没有任何的反应,甚至身体上的伤口也开始奇迹一般的愈合了,他以为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,所以无所谓,他也会是那个幸运儿。 不所畏惧的,想要和永泰白头一下,但是没有想到呀,他并不是不会变异,只不过体格大,变异的时间延长了而已。 眼看着这个大佬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,莎莉不再隐瞒,说出了自己的身世,原来莎莉是一条人鱼,海里的那些鱼只不过是他们人鱼的养分而已,为了生养下自己的孩子,他才无奈的接近大佬。 可怜的大佬呀,还傻乎乎的以为,莎莉的孩子是自己的种了,愤怒的大佬用尽了浑身的力气,想要和永泰以及莎莉决一死战,幸好这时候小林的村庄来了援兵,最后这如同小山一般的大佬,在努力的爬上悬崖的时候,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而莎莉也成功的回到了海里,孕育属于自己的新生命,结束这一切的战斗以后,永泰在小林的送行下离开了这个村庄,如果她是一个正常人,或许小林会是她最好的女伴,可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如果,不是吗? 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!